我先说你怎么这么晚才能这么多啊 不要再问了 我真的不想解释了 因为我在上海被 在雪糕刺客这个词还没出现之前 我就已经网购了这些东西 要是可以网购这些贵的雪糕店 屈指可数 所以因为它的稀缺性 所以它的价格会更高 反正基本上就是你爱买不买 反正就我这一家店就啃你啊 就宰你 所以我花着最贵的钱 趁着最晚的热度 做最冤肿的人 首先是 茅台冰淇淋 因为茅台冰淇淋是要当地才能购买的 当时所有购物平台 只有一家有卖这个茅台冰淇淋 它不单卖 它是六个起卖 然后当时也没有其他的购买渠道 不像现在啊 你一刷一堆那个卖茅台冰淇淋的 这就是它为什么卖699的原因 配料表演确实是有茅台酒 但是是排在后面几位的 然后因为时间过的实在是太久了 我也忘记我买过这个茅台冰淇淋了 这也是为什么这个热度已经过了 我执意还要做这期视频 如果不做的话 真的是太亏了 里面很正常的这种雪糕状 附带了一个小勺子 尝一下 刚入口它有一股很浓的那个酒槽味 入嘴是非常顺滑 然后入口即化的那一种 但是整体还是偏甜的 总的来说也就那样子 就一开始会有一股比较浓的白酒味 那你吃久之后只剩甜味 和那个生乳粉的味道 一口10块钱啊 再来一口 塔记冰淇淋 就这么小小一个 它和那个茅台也一样 也是那种酒型的 里面也是这种雪糕型的啊 蛮普通的 它和茅台刚好是相反的 茅台是刚入口酒味很重 之后是甜味 它是先有甜味 后面才有酒味 而且它酒味特别特别的淡 就和普通的那种牛乳型冰淇淋 没什么区别 感觉你在上面低一点啊 酒味道都差不多 可能还更浓 我还没说它价格 89 80克 中靴膏 终于来了 它可能价格没有上面的那么贵 但是呢 你在买它之前 你就知道它很贵 但是中靴膏 其实你去便利店买 你看不出它很贵的 我还从来没有吃过这个中靴膏 它特别特别的浓 特别强的一股牛乳味 怎么说呢 我个人感觉它有点太甜了 我不说它这个价格 反正它这个口味我自己不是很喜欢 第四样 静于年 这也是中靴膏的 出的是一端比较高端一点的 都看不到雪糕在哪了吧 全是料八十块钱这么一盒 相比起之前来说 我感觉这个还算比较划算 可能这就是没有对比 就没有伤害吧 来浅尝一口 刚入嘴 首先先被它这些果肉给包裹住了 但是呢 很甜很腻 因为它这个上面应该是白桃果粒吧 本身就感觉加了很多糖 再加上它那个雪糕本身又很甜 加起来就喜欢吃甜的应该特别喜欢 我自己是没那么喜欢的 然后还有一层开心果和夏威夷果 夏威夷果和这个冰淇淋也非常的不搭 但比起前面两个那个酒类冰淇淋 我觉得这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 因为我个人比较俗 我觉得它上面铺了很多东西 那它就是相对来说比较划算 万恶的资本主义 已经把我消费观给扭曲了吗 80多块钱的一个雪糕 我居然觉得划算 可不敢胡说 取其冰淇淋 里面总共4个桩 然后价格 诶怎么下架了 平均这么一个冰淇淋30块钱 就这么小啊 那巴掌那都没有 这比中缺高还厚得慌 哇 不行30多块钱的冰淇淋怎么那么难吃 首先它里面那层奶油没什么问题 但是它这个曲奇真的哇有大问题 特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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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甜 甜到厚的那种 然后这曲奇的口感嘛 它又不脆 它就感觉像是被在糖水里面泡了三天三夜 再拿出来放在这个奶油上面 感觉是一样的 太难吃了 我觉得它贵的原因主要一部分 因为它是进口吧 有进口税吧 不然30多块钱去买这么一个 真的脑子尝瓦克了 最后一样 榴莲冰淇淋 195 5支 平均这么一支 就要39块钱 小40了 它的形状也蛮有意思 也是榴莲形状 希望这个能好吃吧 有点像在吃榴莲搅拌成的泥状一样的 它配料表就榴莲果肉 我说吃着浓度 怎么那么浓呢 它全是榴莲果肉 这个好吃 这个 看有点小贵 40块钱 但是它如果全是榴莲肉的话 其实 还好 看来也蛮甜的 但是它的那种甜是来自于榴莲 它本身的那种自然的甜 最后一根它的体验还是不错的 我感觉 相比来说性价比 味道都是之前的冰淇淋当中最好的 那么我刚刚去算了一下 我这些冰淇淋总够加财 我购买价格是 1969元 小2000块钱 现在冰淇淋真是越做越贵 随着物价上涨 这个价格往上涨也都能理解 但有一些真的是太贵了 而且大家都在往 牛乳方向去做 导致市面上的大部分冰淇淋 吃起来都黏大大的 没有像以前那种冰棒入口的那种爽快感 也可能是大家条件变得更好了 冰淇淋它再也不像那个解暑为第一目标 而是往着更多口味 更多花样上面去弄了 我相信大家也是非常讨厌这种 不明码标价的行为的 我是VM 本 发表一下你感觉这个怎么样 好难吃啊 是吧 什么更难吃法 就是劣质饼干的味道 它40多块钱 这一个 对 你有病了